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 是美国生物学家贝恩德海因里希的 《人类为什么奔跑》 用今天的话来讲 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奇妙的跨界著作 这是因为作者海因里希 本身就是个斜杠人士 他既是美国弗蒙特大学生物学院的 荣誉退休教授 更是一位狂热的长跑运动员 拿过1981年 波士顿超级马拉松冠军 海因里希的研究领域 是鸟类和昆虫的行为学 这也为他自己的长跑运动生涯 以及对人类运动的研究 多了一个独特而科学的角度 之所以说这本书跨界 是因为他杂柔了三部分的内容 首先是作者海因里希 对自己长跑运动生涯的回顾 其次是海因里希 从生物进化学角度 对于人类和动物运动方式的分析 与知识科普 第三是作者从跑步爱好者角度出发 谈如何借鉴其他动物的运动方式 优化自己的运动体验 提高成绩 在叙述中 海因里希没有摆出一副专家高高在上的姿态 他的叙述方式 既亲切又通俗 还有点意识流 三类内容在每个章节都是水辱交融 信手拈来 仿佛是作者海因里希带着大家 在自己熟悉的运动和自然生物世界里 来了一场即兴出发的越野跑 一边跑 一边挥洒自如的给大家讲解沿途遇到的风景 无论是跑步与运动爱好者 还是动物科普知识爱好者 都能轻松跟着海因里希教授 享受这一趟旅程 并且获益匪浅 好 说到这里啊 相信你已经对这本书产生了相当的兴趣 那么我就分两个部分 来为你讲解这本书的大致内容 首先让我们来回到百万年前的远古时代 来了解人类如何进化成为双脚直立行走的形态 并且开始在辽阔的大地上自由奔跑 在第二部分中 我们再来邂逅三位动物中出类拔萃的运动教练 来看看人类如何借鉴他们的经验 提升跑步中的运动表现 作者海因里希说 运动是生命的本质属性 植物的精感都争相向着阳光的方向生长 种子会以各种方式播撒在大地上 同样各种各样的动物 自从生命开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运动 或迁徙或捕猎或逃跑 总之 所有的动物为了维持自己的存活 都要参加这场有自然界组织的贯穿一生的运动竞赛 我们的祖先类人员在诞生之初 似乎是一种没有太大竞争优势的动物 比起其他动物 力量 速度 敏捷性 和快头都不占优 曾经的他们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灵长类动物一样 习惯栖息在形形色色 高低各异的树木之上 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选择下树落地 然后慢慢演化成双足直立行走的姿态 最终开始迈出奔跑的第一步呢 这还要从人类远古的故乡与摇篮 非洲大陆的气候变化说起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 非洲这个孕育了现代人类的摇篮 出现过两次巨大的气候变化 分别与人类进化道路上的两个关键节点吻合 第一次巨变发生在距今290万到240万年 第二次发生在大约190万到160万年前 这两次气候巨变的共性就是漫长的干旱气候 取代了原有多余湿润的天气 草原面积扩张 森林面积缩减 而原有的类人猿种群灭绝 取而代之的是大脑容量更大 身高体重更占优的新类人猿群体 由于森林面积的缩减 意味着栖息空间的压缩和食物供给的减少 所以我们的祖先就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 被迫下树落地 在这种定期发生的气候变更中 我们的一部分祖先被环境所逼迫 于是慢慢进化出了各种适应性能力 比如更大的脑容量 直立行走和工具制造等等 在平坦的地面上 直立行走要比原本四肢着地爬行的移动方式 消耗更多的体力 但给人类祖先带来的好处是无可替代的 比如更迅捷的移动速度 更广阔能够提前发现威胁或者猎物的视野等等 而且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类祖先的双手 能让他们使用工具和武器 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 不仅如此 直立行走还让人类祖先遭受日照的面积 缩小了大约60% 进而减少了水分的蒸发 间接提高了人类在地面上持续活动的耐力 在相对平坦的大草原上 刚刚从树上下来的人类祖先就面临激烈的生存竞争 狩猎需要我们有迅捷的移动能力 而逃避大型食肉动物的追杀 同样需要迅捷的移动能力 作者说 刚刚进化出直立行走能力的人类祖先 并不以速度建长 所以人类的狩猎活动更多以合作方式展开 不过 人类的奔跑能力也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慢慢提高 作者海音李希说 虽然人类的爆发力和速度绝对比不上其他擅跑的动物 比如猎豹和羚羊 但是人类属于耐力型跑步选手 在正午非洲草原灼热的阳光下 那些擅跑的动物由于无法降低急剧升高的体温 往往只能维持高速奔跑几分钟 而人类持续奔跑的时间却要长得多 这是因为 比起其他非洲草原上的动物 人类的身体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的汗线非常发达 而且人体汗线的总数非常多 高达300万个 这些汗线组成了一套高效的散热系统 通过不断将水分排出身体来进行降温 同时流汗过程还能让我们有效排出体内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 比如胺和尿酸 所以如果人类接受持续而有效的训练 就会变成非常优秀的长距离奔跑者 比如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 能以出汗20磅为代价 一口气跑完几十英里的长距离 实际上 今天一些原始部落的猎人 比如南非的霍屯都人和布须曼人 或者墨西哥的塔拉乌玛拉人 依然保留着来自远古祖先的狩猎方式 就是利用自己超强的耐力 不断追逐自己的猎物 那些被盯上的斑马 羚羊或者鹿 虽然能够利用自己的速度 暂时甩开人类猎手 但在这种长时间的追踪和反追踪里 最终会因为炎热导致的体温过高 力竭而死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 男子马拉松比赛冠军 是一位名叫比基拉的埃塞俄比亚选手 更神奇的是 他是不穿跑鞋 光脚跑完全程的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那些 在青年累月的狩猎中 练就了一双快腿 耐力惊人的非洲原住民猎人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来自非洲的优秀长跑运动员 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涌现出来 几乎霸展了全球各大田径赛事和奥运会的奖牌榜 这就让我们不禁要问 非洲选手的好成绩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对于这个问题 有运动科学专家做过对比测试 发现在BMI指数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非洲黑人运动员的体质含量 分别比白人与拉美选手低2%到4% 从总体上看 非洲黑人拥有更多的快速肌纤维 以及促进合成代谢的高铜 更修长的四肢 相对紧凑的躯干 较小的骨盆结构和躯干维度 使他们的重心较高 在田径速度类项目中占尽优势 不过作者海英里希接下来又说 这些非洲跑步选手成长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 也是他们成功背后的推理 首先 非洲那些出田径渐降的国家和地区 海拔都很高 比如肯尼亚 全国平均海拔1500米 而西部高原地带海拔 则能达到2000到3000米 长期在高原地区生活 能够使人体内产生更多的血氧血红细胞 从而大大增加田径运动员在长途比赛中的耐力 另外 非洲相对贫穷的生活环境 也让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非洲人 不得不以徒步为出行方式 无形中就等于在进行常态化的田径训练 比如前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 著名肯尼亚女子田径选手劳洛普就告诉记者 自己小时候 每天早晨都必须和小伙伴一起 穿越大概10公里的草原与荒野去上学 为了不迟到 所以就必须快跑 可以说 每天上学这段高强度的越野跑 等于给日后劳洛普的职业运动生涯 打下了一个好底子 解释完了人类祖先开始跑步的起源 和为什么非洲人跑得快 作者海英里希接下来 就从生物学专家的角度出发 给跑步运动爱好者提了几个提高自己跑步成绩 优化运动状态的小贴士 有趣的是 这些小贴士的灵感来源 并不是作者自己或者其他职业运动教练 而是海英里希观察研究过的动物们 首先海英里希请出的第一位动物跑步教练 是两栖动物树蛙 他负责的训练项目 是教我们如何在长跑中优化步伐和配速 当然 你可别想歪了 说是不是应该在长跑中 时不时来一段蛙跳啊 作者海英里希说 要想解释清楚其中的奥秘 我们要了解的是 树蛙擅长的另一类有氧运动 鸣叫 在4月到9月 这个两栖动物的繁殖季节 每天天黑之后 热带雨林里就会响起雄性树蛙 锅造的大合唱 雄性树蛙集体开演唱会的目的 自然是要吸引雌性交配 繁衍后代 通过研究 生物学专家发现 雄性树蛙在这场时间长达几小时的马拉松演唱会里 能消耗掉身体摄氧量的60%左右 几乎可以与马拉松选手的能量消耗相媲美 所以说在这场关系到自身基因延续的马拉松演唱会里 只有那些有氧运动能力最强 演唱音量最高 持续时间最长的雄性树蛙才能胜出留下自己的后代 支持雄性树蛙持续名叫的生物化学反应和人类跑马拉松一样 都是体内脂肪酸的代谢反应 在这个化学反应中有一类异常重要的催化剂柠檬酸和酶 作者海英里希说 雄性树蛙体内的柠檬酸和酶含量是雌性的12倍之多 这就是雄性树蛙为了求偶而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性别优势 为了让自己的演唱会圆满成功和女嘉宾最后牵手 每一只树蛙都面临一个平衡选择 演唱会的时间要尽量长 时间太短的话 雌性还没有注意到自己 自己就出局了 同时演唱会的音量也要尽量大 声量太小 雌性的注意力就会被其他歌声更洪亮的竞争者抢走 然而树蛙的体力是有限的 难以两拳其美 这跟人类常跑选手必须在比赛中实时平衡配速和步伐 既不能过早消耗完体力 也不能跑得太慢落于人后是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雄性输蛙在鸣叫过程中的步伐与配速选择 大合唱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以每分钟600升的频率开嗓 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小时中逐渐加速 而到了天快亮的时候 由于很多竞争者已经体力不支退出了PK 幸存的雄性输蛙就会本着节省体力的原则逐渐放缓鸣叫的频率 通过测量输蛙体内乳酸的堆积量 生物学家得出一个结论 雄性输蛙体内绝大部分乳酸是在他们头半小时的鸣叫中形成的 说白了就是在运动的启动阶段能量消耗最大 所以树蛙纷纷选择在演唱会的开场选择慢热 尽量节省自己的体力 那么切换到人类长跑这个场景 我们从中学到的就是 长跑时缓慢起步 冲刺时也不宜过度透支自己 才能保证自己有充沛的体力完成整个赛程 树蛙教练教给我们的第二个核心技巧 就是把控休息的时段和间歇 生物学家发现 如果多只树蛙分布在相对比较靠近的空间里 那么他们就会开始竞争 力图用自己的声音压倒对方 单次鸣叫的持续时间不断拉长 往往能达到独处时鸣叫时间的两倍 这是因为雌性比较容易青睐 鸣叫时间更长的雄性 当然了 树蛙维持鸣叫的时间越长 消耗的能量越多 这种情况在人类的长跑运动中 也有类似的对应体现 你步子迈得越大 你就越容易感到疲劳 具体来说就是 无论人还是其他动物 单次动作持续的时间越长 消耗的糖原也越多 如果体内糖原耗尽 那么我们的代谢系统也没办法高效的 分解燃烧脂肪 为运动提供能量 根据生物学家统计 平均鸣叫声维持在350毫秒左右的树蛙 演唱会平均持续时间是3.75小时 而平均鸣叫声维持在500毫秒长度的树蛙 只能持续鸣叫2.25小时 所以对照树蛙的演唱会经验 作者海英里希的意见就是 我们在长跑中应该严格控制步伐幅度 然后在奔跑和行走休息模式之间快速切换 具体节奏因人而异 海英里希的朋友著名长跑选手斯坦尼就说 他用这套快速切换式的跑法 在1993年一场超级24小时马拉松赛中 跑出了160英里的惊人成绩 接下来海英里希请出的第二位动物教练是雄风 他将教给我们如何合理配置运动食谱 优化我们的跑步表现 前面说过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 运动所需的能量来自体内脂肪酸的代谢反应 而糖分是这种化学反应中的必要燃料 人体内储存的糖总量大约是2000卡路里 如果我们开始一场不间断的长跑 那么我们体内的糖分会在跑到26英里左右的时候 消耗殆尽脂肪和蛋白质就会被身体拿来作为能量来源 代谢反应效率将急剧下降 在体内的糖类消耗殆尽时 我们的身体会感到一种突然的不适 尤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筋疲力尽感 跑步爱好者和运动员把它称之为撞墙期 所以对于励志于长跑项目的人来说 在比赛和日常训练中 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膳食结构 提升身体中的糖分储存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膳食搭配教练 雄风是如何做的 雄风是昆虫中的耐力飞行高手 而这种神奇表现的秘密就在于他胃里的花蜜 根据昆虫学家的试验 如果雄风的胃里装上相当于他空腹时体重的花蜜 那么雄风能够一口气飞上三个小时 花蜜中丰富的糖分为这种持续飞行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糖分以肌肉糖源血糖和肝脏中的肝糖 三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 然而很多市面上的运动饮料 都标榜自己富含大运动量必须的电解质和抗氧化剂 少含或者不含糖分 作者海英里希说 这是一种误区 不要被带到沟里 要想在跑步 尤其是长跑中保存充沛的体力 糖的摄入补充是第一重要的 听到这里有人会说 哪有什么难的 一边跑步一边吃糖可不可以啊 很遗憾 由于生物进化的结果 边运动边进食这种行为 其实很难进行 因为剧烈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狩猎或者逃生 而在这个过程中食用固体食物 第一会增加自身身体的重量 第二为了消化活动 会和维持运动的肌肉 争抢宝贵的血液供给 所以在运动过程中强行进食 往往会以呕吐而告终 那怎么办呢 作者海英里希说 也许我们应该和雄风一样 在长跑过程中定期定量 摄入一些富含糖分的饮料 比如说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马拉松冠军 日本运动员高桥上子 她的秘诀就是在训练和比赛中饮用蜂王浆 海英里希自己也做过实验 她在书里说 自己曾经尝试在长跑的时候喝一些常见的含糖饮料 比如啤酒和蜂蜜 但是效果都不好 最后她发现跑步途中喝蔓越莓果汁 结果反而不错 另外另一位著名长跑运动员 范登德里舍 也在书中公布了自己 在百公里极限跑比赛中的饮料摄入标准 前40公里喝糖水 然后开始转为运动饮料 最后冲刺是运动饮料 百事可乐和饮用水一起喝 好了 通过树蛙和雄风两位老师的辅导 营养问题解决了 配速和步伏也都调整好了 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田径高手 鸵鸟 他要教给我们的是如何通过庸化跑步中的体态姿势 来提高我们的跑步成绩 在生物学家眼里 鸵鸟是陆地上最优秀的田径选手之一 他们优秀的奔跑能力既来自有利于奔跑的身体结构 也来自优良的跑步姿势 如果你仔细观察奔跑中的鸵鸟 就会发现 他从头到肩 身体垂直方向的移动几乎没有 简直如同在地面上平稳的向前滑翔 如果这时候给鸵鸟戴上一块智能运动手表 或者手环 一定会显示 鸵鸟拥有非常优秀的垂直不符笔 说白了就是 鸵鸟每跨出一步向前移动的水平距离 要远远高于它身体上下颠簸所造成的垂直位移距离 鉴于鸵鸟每一跑一步的能量都是基本守恒的 也就证明这些能量都尽量用在了关键的前进运动中 耗费在无效的垂直颠簸上的能量非常少 同样优秀的人类田径运动员在奔跑的时候也和鸵鸟一样 基本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在一个水平滑翔的状态 上下颠簸的幅度非常小 反过来说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身边那些跑步初学者的跑步动作 就会发现 他们在跑动中身体上下的位移非常大 这就造成了海量的能量浪费 作者海因李希说 假如一个68公斤左右的田径运动员 每一跑一步身体上下的振动幅度是三英寸 也就是七厘米不到一点 那么一个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跑下来 浪费掉了能量 足够他拎着与自己体重相同的重物跑上三公里多 能量浪费可谓非常惊人 那么如何减少身体垂直带来的上下振动 改善垂直不符比呢 作者海因李希的经验是 为了节省能量 跑完特定距离所用的步数一定要尽量少 所以要提高步伏 也就是每一步尽量都要抬高膝盖 往前多迈 当然 有些跑步运动专家并不完全同意海因李希的理论 他们认为 不一定要刻意追求大的步伏 因为有时过大的步伏度 反而会增大身体垂直方向的振动 秘诀反而在于缩减脚掌灯榻地面的时间 顶级马拉松运动员脚掌的触地时间可能只有180毫秒 这样能够尽量把能量用于水平向前方向推进 另外对于腰腹核心肌肉群的训练也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拥有发达的核心肌肉群 跑步时才能持续利用核心肌肉群发力 压住自己的身体 有效控制你的脊椎和骨盆 不会出现上下左右乱扭 白白消耗能量的情况 好了 这本人类为何奔跑的主要内容 大致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在本书中 作者海因李希可以说带着读者 在地图上来了一趟轻松的越野跑 从自己的成长经历 参加的长跑比赛 再到世界上林林总总的生物栖息之地 可以说是天马行空 信手拈来 从进化生物学角度 为我们讲述了人类祖先 如何迈出了奔跑的第一步 那些奔跑和运动能力出色的生物 究竟在身体构造上有哪些优秀之处 以及人类如何能够向他们学习借鉴 改善自己的运动表现 海因李希告诉我们 生物的进化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演进 有得必有失 羚羊和猎豹虽然获得了轻盈的身体构造 和绝佳的爆发力 但因为较低的体质含量 而无法长时间维持他们风驰电车的速度 同样 其他动物也为了适应自己的环境 进化出了与之匹配的运动能力 同时牺牲了其他 比如 骆驼的行动速度虽然不快 但它拥有超强的体温条件和水平衡能力 从而保证了他在沙漠中是绝佳的耐力型田径选手 而我们人类呢 虽然没有顶级的爆发力 但却在狩猎和奔跑中逐渐演化出了不错的耐力 以及最为重要的语言智慧 另外通过介绍树蛙 熊蜂鸵鸵鸟的运动秘诀 海音李希给跑步运动爱好者总结了几条优化表现 提高成绩的方法 一 开场慢热 保持体力 二 快走休息模式与跑步模式定时切换 不要间隔太长 三 长跑中注意补充糖分 四 通过锻炼腰腹核心肌肉群 不断优化自己的垂直不符比 减少身体垂直位移带来的能量损耗 在本书结尾 海音李希充满激情的 回忆了自己在1981年 芝加哥100公里超级马拉松赛事中夺冠的经历 对于任何一个跑步爱好者来说 参加专业赛事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大量科学的训练 合理的膳食结构 精心制定的策略 以及顽强的意志 正如作者所说 跑步是人类自古以来 所从事的最简单 最接近本能的运动 然而 为了更加优秀 出类拔萃 你必须紧密围绕自己的目标 细心打磨每一个细节 如同人类的祖先一样 只不过 我们的祖先更多是为了生存而奔跑 而我们则是为了挑战自我 和实现梦想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进化内容 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门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